夏天没味口的吃这道赏菜开胃的小炒脆黄瓜好吃的停不下水 说了你们也不费相信 我们小时候吃这个黄肝没有入放的就是树炒的 就是吃树炒黄肝 我们一餐还要吃三大碗饭 因为很赏菜开胃下饭 以前条件也没那么好 哪有路吃 然后放去烧盐 腌制半个小时 把这个黄肝的水腌制出来 这样子的黄肝才很爽脆 它很好吃 然后切一点猪肉 猪肉切小开一点 切好后装在碗中不用 把这个黄肝腌制出了很多水 把这个水倒掉 就要这样把这个水腌制出来 这个黄肝才很爽脆 然后再用清水洗干净 因为这个很多盐 多吸几分 然后用这个纱布把这个黄肝 包起来把这个水炸粘一点 要炸关这个水分 因为泡了那么久 很多这个盐水 里面太多水了 炒出来的黄肝就不好吃了 不爽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你也可以点击我的头下 刚看以前的视频 锅里放油 把这个切好的肉倒下去 把它炒香 倒入油 然后把这个姜大蒜加进来 一起炒香 焦米烂 不吃辣椒的可以不放辣椒 然后把这个黄肝压进来 大蒜三段 不用放眼了这个黄肝 然后放点蚝油 其他的味道都不要放了 因为这个黄肝都很鲜甜的 然后加点水淀粉 豆芡 大火收一下 马上烧火 吃锅 吃锅 哇好香啊 这样做好吃 有非常的健康 这种黄肝 有嫩有脆 好吃有下饭 我家天天吃都吃不腻 你消费了吗 不费也不怕 记得来找我哈 干猪王 为你更新更多 家常美食 你的 我家是 我许你